打完中款遊戲 失落城堡 2 形象的選擇 眉毛選擇 再弄個髮型吧 頭髮顏色也改一下 這是我一開始的武器 有跳 可以更換獵人的道具 跳了變成炸彈了 炸彈靠譜了一點 這邊還有其他武器可以選 弓箭 射擊 啊這個咧 雙劍 直接開打了 來吧 換個法杖試試好了 法杖比較順手啊 因為他是遠程的啊 喔 紫色的 有更好的寶物喔 有法杖我就什麼都不拍了 這個關卡是會辦學者有很多雷電之類的 這裡還有裝備 我們先拿這個好了 都可以拿嗎 好 全部都可以拿 拿了以後 我的髮型就不見了 我可可愛愛的髮型就不見了 我的普攻已經變形了 變強很多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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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還可以把他丟出去 好東西耶 紫色的 下個地方 能不能掉落其他武器啊 他在那邊一直打鼓 拿招 先喝一下 補血 來看一下 欸 更強的 是不是有換過啊 這輸出應該會比較強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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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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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唉 好 誒 雙人丟到自己 總共就只有三招而已啦 喔呦 藥水 紫色的 好啦 原來這邊是道具喔 法袍 好腐蝕欸 聖堂建裝欸 要買這個的 好啦 試一下啦 這把武器是什麼 木刀 啊 用木刀好了 黃金蛋欸 可以隨機召喚生物欸 哎呀 有了有了 走吧 感覺近戰相對的難度比較高 因為要靠近敵人 好 忍衃 黃金蛋 還台灣 要不被阻止 那就把貓奪了 一個在迫不穩 進去 啊 玩 人都丟一丟啊 哎呦 我這樣閃命是無效的 啊 死掉了 啊 還是用遠程度比較好 近戰的不好死啊 玩法就是這個樣子 喜歡的話就下載玩看看吧 大家掰掰